听完老师的苦力 不然觉得我一个大气晚成 钱财少女 很羞耻 刷手机时间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后来你会留下一样东西 它可能存在的时间会比你还长 在巴黎这个地方 它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我现在能够明白我老师说的话了 然后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 我要画得好 我要当第一我要怎样这样 后来慢慢觉得 可能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巴黎的小画室 它的名字叫做胶囊画室 我旁边这位就是画室的创始人 这家画室特别的有味道 小小的空间里却蕴藏了很多 非常漂亮的画作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画画的呢 能拿笔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画画 给我一支笔一张纸 我可以再在一个地方一直画画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都不认识字那个时候 老师要写 明天要准备什么工具 老师写一笔我就画一笔 我就把它画下来 反正回家以后父母会认识的 那个时候就很开心就开始了 中学之后 因为我父母就觉得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因为天天都是在家画画 所以他们也很支持我 就把我直接送到了北京 后来高考就很顺利 考到了清华大学美食学院 然后要说吗 第五名 要切掉 然后在特美院 学了两个硕士 刚刚毕业的时候 是先做了一年多的平面设计师 就是小时候就特别有主见 有很多人是长大了以后 中年老年的时候 才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还挺幸运呢 对我觉得我挺幸运 并且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你是什么样的契机 开了这个胶囊画室呢 一开始想得很好 周一到周五工作 然后周六日画画 结果发现根本就不是这种事儿 上班的话 你的脑子里根本就是充斥着工作上的事情 而且画画它其实是要求你很钻很深入 要求你有一个状态 做展览的时候 会有一些朋友们表示很喜欢我的作品 或者是想跟我学画画 他们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鼓励我 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尝试做了这个画室 就是在我自己的家的客厅 为什么会叫胶囊画社吗 也是因为它很小很小很小 一堂课只能一个人六个人 慢慢慢慢越来越多同学感兴趣了 这个店也扩大了一些 可能是个大胶囊吗 也不是还是很小 小而美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理想状态吧 其实2020年这段时间对大家来说都挺不容易的 大家都被隔离在家 意外地获得了很多的独处时间 多多少少开发了一些自己的小爱 中国人就在家乐 意大利人玩乐器 中国人在家钻研厨艺 我妈妈她是意外地参加了一个国画的网课 然后就沉迷进去 洗澡探黑壁 高考生还请问 晚上都不肯睡 一直在那画国画 她就说画画以后 觉得自己的时间在发光 生活也变得更加有意义 这就是爱好的魅力吧 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很俗的一个词 心流时间 以我自身体验也是 就是画着画着就发现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你在做着一个让你喜欢的东西 并且你全身心地投入在里面 画画确实它是对一个空间场地 它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东西 反正画室课也开不起来 那我就在线上开了是有一个月的隐废课程 还开了几次公开课 这是能发挥我自己一点点微薄力量的时候 学无聊生活的一技两样 胶囊画社 我们现在一张画就是一个小目标 去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会是人有很强的自我的充实的成就 看到自己每天都在一点一点的进步 让你的时间变得不再那么的 那么的 绿了 枯燥 刷手机时间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后来你会留下一样东西 它可能存在的时间会比你还长 说不定改天我的画就流传永久 肯定比你活得长 做一个编外文青 我真的特别想在巴黎这样一个艺术气息特别浓郁的地方学一学有画 但是我没有太多时间 我又要上班又要学习 基础也不太好的 小朋友 还有能抢救吗 有能救 安心 刁囊画社上场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很多来巴黎留学的同学都是有一些艺术上的爱好 在巴黎这个地方它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花任何一张画你都可以找到这张画 你去现场博物馆里看一下研究它的笔触 它的色彩 太适合学画画的一个地方了 好就好在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之间的交流 我小时候老师跟我说的一些话 我听不懂 但是随着我凝联的增长 我现在能够明白我老师说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是要把我的心态放到我刚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那个状态 所以我就在想 那个时候如果我的老师怎么引导我会更好 所以我也慢慢慢慢摸索出了一套 就是咱们画市的自己的方法吧 对 一堂课基本上都是可以完成一张比较完整的作品的 我老师鼓励不然觉得我一个大器完成的天才少女 我就要诞生了 妥妥的 太兴趣了 然后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要画得好 我要当第一我要怎样这样 后来慢慢觉得可能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它可能是陪伴我成长的一个途径吧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发现我自己心境的不同的变化 甚至通过这个东西越来越了解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小伙伴吧 很多人对于毕加索其实有一点点的小误解 实际上什么是抽象呢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个啥玩意儿 这才是抽象 像毕加索这种只要能看出她是个人 或者是一把小提琴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是抽象绘画 西方绘画你坐在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动了 画的都是从你这个视角看出去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 她是一个侧面的脸角度 可能会看到她正面的眼睛 有点挑战这个西方传统这种偷视 不同的角度再去看 在组成的一个人 她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爱好或艺术 并不是生活中无法触及的高地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只要细心一点 总会发现生活准备的惊喜 小小的爱好可以给人带来无穷的快乐和能量 终于画完了 以后你们就买不到我的画了 我们记得点赞转发和评论哟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surprise 既然我们下期间 即可获得一份小精心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